高中的錄影啦 因為我覺得 有些東西可能他需要 課後的複習 那如果他不見得找到我 他至少可以上網去找 但所有的錄影大家可以稍微複習一下 FMMA 讓你們知道 A是什麼 加速我們可以把它換成 換成 DLT分之 V 所以說M DLT分之DLT 好 那 我們再把這個F 讓他做出 FDLT分之M DLT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給第二一東西 一個新人生命 新人意義 就是說當我們發現 一個力量作用一個實驗之後 我們會讓這個質量 這個物質 產生一個DLT的速度變化 最後的實驗越長 這速度變化越大 就這麼簡單 然後他就有點異議 那我們如果來結合一個 V3N1 V3N1 V3N1是重力與感動力 對不對 所以呢 假設 現在有一個胖子 跟一個瘦子 互推 就是拉拉手 是互推 這質量是M 這質量是小M 這質量是小M 互推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彈開的數字是多少 大V跟小V 是多少 比例 比例 比例關係 就是大小M比大大大 就是要我們倒數 為什麼 因為FT都一樣 但N不一樣 所以FT都一樣 所以M DELTA V 會等於 M DELTA V 是不是 對 那我們 他比直關係 就會 是 因為都是從0開始 這個DELTA V 這DELTA V 這邊可以上 M V 大M 大V 所以M比上 大M 大V 比上小V 這可以把它比快 這可以知道是 這兩個相等 然後呢 一個速度是 往這邊 一個速度是往這邊 通常是 小的往的比較快 大的跑的比較慢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看 把它兩個再加在一起 這樣可以得到什麼 腳就把方向給它了 這兩個是下門 所以 褲的正好 一開始沒有複退的時候 沒有複退的時候 他們的M 加上 加上 M 等上 速度是多大 速度 速度是0對不對 一開始沒有動 速度0 所以是0 動了之後呢 動了之後呢 這個速度 動了之後就是 M V V 加上 M V 這可以什麼 V 也是0 對不對 因為這兩個相反 方向相反 那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不要動量轉 這其實是說 當這個力 是發生在這個系統的內部的時候 沒差 它不會讓它轉動量 我們要定義它 這個叫做動量 動量 這個動量 當一個系統裡面發生的所謂 內力變化的時候 它影響到每個分子一樣的運動的時候 事實上你把手全部加起來 它的結果還是會越來越是一樣 因為我們這是在一個 假設它輸出這裡 事實上是在一個 冠軍作標系裡面的運動 所以在任何冠軍作標系裡面 譬如我現在開始移動了 它也會爆炸 我的手在那邊飛 腳在那邊飛 頭在那邊飛 頭在那邊飛 你可以想想 有另外的東西給我們這邊飛 當作平衡嗎 就是 它還是維持直心 是往這邊繼續動的方向 它的直心 像它兩個的直心 對開在這個點上 推開的時候呢 這個往這邊跑 這個往這邊跑 它是維持直心在這個點上 因為它的腫的動量是不變的 所以這是叫做動量手環 可以從一個簡單的這樣一個想法來推 因為它是從爆炸過程當中 兩邊的粒是相當 一個是中鋰本的動力 蠻相當的 去得到不同的AV 那AV得到之後呢 那這很簡單是用兩個物質 你如果願意的話 你可以用三個物質去算 或者四個物質 就是 這是一個球 爆炸的時候 想說分一塊 兩塊 三塊 四塊 往上向左右去推的話 它還是要維持 因為它就是 合力為力嘛 你爆炸 就外界來看的話 它推它 反方向的力 它推這邊是在這邊反方向的力 就是重力和重力的關係 所以彼此作用之後 它就會得到 因為作用力 怎麼樣 第二大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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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你總的MV 你會得到是相同的 所以反推完之後 就可以知道這個結果 得到我們的這個 作用前 跟作用的MV 它的總的動量是相同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 常常我們會講這個問題 這是一艘船 我這個人 往這邊走 想說這幾樣是M 船幾樣是大M 我走這個L距離 我最後的 這船的長度是L 我走過去之後 走到這邊 最終 船的位置會在哪 船會怎麼移動 船會怎麼移動 船 為什麼移動 因為 水 水這個液體 它沒有辦法抵抗摩卡利 它沒有辦法抵抗側上方向的力 所以基本上 當你慢速移動的時候 可以想像它從這邊摩卡利 所以我走過去的時候 我要維持 MV為 總分V是0 一開始我整個是靜止的情況之下 我開始移動的時候 我會對它撕個力 對不對 它的反作力 所以我會有在那邊走 事實上是船 對我撕一個反作力 相對那樣活著 等於對船撕一個力 往這邊撕一個力 所以這個力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我推瘦子 瘦子推胖子 這中間力是相等的 那兩個就一起移動 所以往這邊走的時候 是要船在向後移動 可以想像嗎 那我們可以 在這個情況下 可以想像一下 它最後的結果是什麼樣 我往這邊走了 一個距離L 那這船會往這邊移動 是L 身上人家判定 不是L 不是L 可惡 你在換個角度想 可以去思考 它們為止 直行不便 假設我這個情況之下 我沒有任何的風吹它 沒有任何外力多看它身上 我裡面走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是這裡面的事情 所以它直行會不會移動 它們兩個走直行會不會移動 有 有沒有理會移動 怎麼樣 沒有 沒有 對啊 應該是沒有 沒有 那沒有的話 我們也可以考慮說 用直行的方式來考慮說 當它改變到這邊的時候 這船要怎麼改變 我才會為止直行不便 是不是 用這個角度去切入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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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拿直行在哪裡 直行 直行它的 它的質量是M 它的質量是大M 今天想像的就是棍子 我在這邊放個東西 它的距離 從這一點到這個點 它最後站在這個點上 這個距離是L 那它的 可錄 對啊 你可以考慮一開始的直行在哪裡 直行不要偏這邊 偏多少 對啊 直行可以算 直行比方就算過 對 這是從直行的角度來看 那如果從移動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移動的距離會等於傳移動的 我移動所影響的 好 我們來看看 我的質量 M 乘上V 小拼 微等於 大M 乘上V 好 那這個東西 假設同時乘上一個丟到T龍 會丟到什麼 是 M 乘上一個 L 微等於 M 乘上一個大L 所以相對結尾是這樣的 那我這邊L跟那個L不太一樣的意思 這邊L是 如果我們用S也可以 小S跟大S 好 那這個S 那這個S 會等於L 這S不是L L是他 裡面這個人 他的感情沒辦法走的L 我們從外面看 他真的走的L 不是喔 他沒有走的L 因為船還在抖 因為船還在走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來解出 那我的 我的距離是多少 這樣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關係 有 好 我們可以這樣講 他走了S 我從外面的角度看這個人 譬如 他從這邊 走到這邊 但是他走的時候 船會移動對不對 所以兩個移動 所以他這個人所走的距離 加上傳說軸距離 是到哪個 所以 S加上 S 這第一個關機出來了 那第二個關機在這裡 F比M 在S比S 對啊 這可以求出 我總距離 S 小S跟大S可以求出來 OK 這就是兩個關係 在哪個關係 代音區 我就可以別密解 對 這兩個 別密解 我就可以解入 小S跟大S的關係 就是一般來講 在動量守能 可能會用到一個 一個人的概念 因為 其實在 真的在船的移動上 你身上考慮到問題 譬如假設我現在是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上的飛機會跑 那你飛機在移動的時候 身上是一個比較大的質量的移動 所以你要算到說 我這個船的重心會偏白多少 我怎麼去配比我船的重量 譬如像一艘飛機也是一樣 一架飛機也是一樣 他飛在空中的時候 他裡面的行李怎麼堆 是有概念的 你行李堆的時候 你行李要固定 往裡面人的移動 他必須有匹配 他不能說 因為人很少 他全部都做機動力 我比較好送餐 他沒有 他盡量把他分配 盡量平均 那種執行在正中的位置 但執行在飛機的行程的位置 他可以控制飛機的知識 比較免費 也比較省油 所以這些都是相關的 就是我們在 現在所做的練習 所做的學習都是 為了 假設有一天 我們有在某個 某個工作上 你需要知道這些東西 你可以知道有這些影響 你可以去計算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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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有一個是 所以 其實 重量大概是 動料的概念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 其實 也沒有什麼 特別大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個立體 好不好 好 我們看一下 那個 六四葉的第八體 好 一個球 一個球 兩個球 他就在前面 好 球存在 他碰到 這個 這個球二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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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會掉到 然後 他會放到 球一的平均弱點 球一的平均弱點 他這個結果是球一的平均弱點 然後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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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是說 假設我沒有碰撞的時候 我沒有碰撞的時候 我沒有碰撞的時候 他們多點在這裡 然後 P1 P2 是說 我碰撞之後的結果 噢 所以 所以 有碰撞 也沒碰撞 對 所以他一個時間你做出來 假設沒有碰撞 那我從沒有碰撞的結果 我得到的是什麼東西 我得到的是什麼意義 這個 P1 代表什麼意義 我今天在這個結果上 我現在 我現在 這個位 假設我沒有這個球 我是不是 噢 會落下來 會這樣 噢 落下來 在這邊點這樣 讓他在這邊放一張紙 好 所以他從正上方看的話 他看到P1多下來 在這個點上 好 P1在這個點上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速度 你可以算是速度 這速度代表什麼意思 第一球 第二球 高度 我假設第二球沒有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高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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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讓每個高的東西 假設是怎樣變換 我可以知道 這個系統 在碰撞之前 我的總動量是多少 是不是 我的總動量是多少 那這時候我放的球在這裡 這總動量會不會改變 好 我現在這個球 好 假設這個球是放開在一起 對不對 但是在這個瞬間 我是把球上的系統 移開一點點 就是球滑下去的時候 它會戳過去 假設這是兩球系統 這個兩球系統 這個球從這邊 咻 到這邊 看到 移住 我可以知道這兩球的總動量是多少 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 是多少 是不是可以從它落下去的那個點 反推 好 我在這瞬間 它的球去的動量是多少 總動量 好了 那這個球我現在把它移過去 會撞到 撞到 撞到的前來撒浪 是不是總動量 我們知道 撞到這兩個球 掉下去 那這掉下去的結果 是不是 這是後面的動量 我們知道什麼結果 所以它可以從前動量 可以轉換成後面動量的結果 來反推 好 好 那它主要是問這個評論 是這樣子 好 是啊 它就問這個意思 所以 它問什麼 第一個 測量球1 球2 質量M1 M2 我們還需要測哪些量 在這紙上面需要測哪些量 這個問題 距離 需要測距離 我們後面 對 它這個行李卡 這是M1的位置 這是M2的位置 對 畫錯 我除了 需要測這個距離之外 就是我除了測量怎樣 我需要測量的距離關係 對不對 還需要什麼 角度啊 蛤 角度 還有角度 P1 就是它們 飛入水的角度 它這個時間會設計成飛 就是水底層 它可以減少它的電話 角度啊 OK 角度 就是這個角度 OK 還有人 你覺得角度比較重要 還是什麼 剛剛 甜甜說 一個距離 一個距離是這個距離 水平距離 對不對 這距離重不重要 這距離 當然我們知道L之後 這距離 很容易不知道角度 當然是你在測量上 測量角度 這角度比較難 好 這個 不是高度 兩個距離 這叫做 垂直距離 垂直距離 垂直距離比較簡單 兩距離比較簡單 所以這距離是不是也比較重要 嗯 為什麼要知道這兩個距離 噢 因為你要知道那兩個距離 我可以從這兩個距離得到什麼 角度 角度 垂直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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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在這邊沒有垂直分力 事實上在這邊的移動處 碰撞前的那個東西是沒有垂直分力的 噢 對 碰撞前的那個東西是沒有垂直分力的 對 碰撞前的那個東西是沒有垂直分力的 所以碰撞過去兩次歪斷出去 可以從這邊可以知道的是 因為它動向手軟 一開始沒有垂直的速度 它撞退會不會垂直速度 對 所以這個會不會有比例關係 對 這是不是應該有比例關係 對 所以我可以從那比例關係 假設我一開始只知道M1的質量 我只知道就可以知道 這個可以推測出M2的質量 或者是假設這兩個 M1和M2的質量 我都已經知道了 我可以從這邊去推測 這個實驗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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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這實驗到是這樣 那接下來 這也知道了 接下來 L1和L2之間會很壞 嗯 嗯 一個是兩個路歸 還有一個是 它本來的距離可以跑這麼遠 如果只有一個M1 它可以跑這麼遠 可是我現在兩個都在動 我是相對很距離在手軟 因為一部分的能量 從M1傳到M2了 所以我的水平距 水平速度是縮的 而且我一部分的能量 傳到偏的角度去 所以我的能量 這個距離不見得是 會一定是在換在手的關係 因為它很包含 我這邊手消掉的能量 所以它的距離會縮短 好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下去反推 我到底距離會是多少 總之就是 所有一個集合 或是等於它原本地的集合 那一隻進彈 其實它這邊 這個實際上屬於動作 它實際上還有一個動能手門 動能手門的概念 我從這邊可以刷出動能量 我從這邊水平的部分 可以刷出 因為你要把這個能量割掉 把這個能量割掉 把這個能量割掉 OK 好 下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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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